Midjourney于台湾时间2023年6月23日凌晨推出的版本5.2 本次影片就跟大家开箱这次更新有什么不同 在影片开始以前,我想做个简单的声明 Introversify频道是我一个人在YouTube上经营的频道 我并没有授权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其他平台上以他的名义来发布这些影片 如果各位在其他平台上看到本影片,请到我的Discord伺服器 或于YouTube影片留言让我知道,谢谢 首先,经过这几个月的观察 Midjourney公布新模型的标准,大概可以分析成 当模型的默认风格及质量有着根本性的提升时 Midjourney就会直接升级大版本 当默认风格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微调 则会升级小版本 本次公布的版本5.2中 根据官方的公告内容 主要的模型更新内容有三个 第一,整体升图的质量进步了一些 这包括画面清晰度和构图 第二,更好的文字理解 第三,产出的图会更丰富多元 这是因为版本5.2的风格化参数 Stylized Parameter 比版本5.1更敏感一些所导致的 让我们在相同的文本和种子下 来观察一下版本5.1和5.2之间的差别吧 以小猫图为例 你会发现 在不提供额外关键字说明的情况下 在5.1中 所有的猫基本上都是雷同的表情和姿势 但是在5.2之下 姿势、表情、趋经角度 都有了谐微的变化 这让阐述的预览图看起来更丰富和多元 以威廉莫里斯的印花风格为例 版本5.1从构图、质感到颜色的运用 都相当忠实地呈现了它原本的风格 在5.2中 你还是看得到威廉莫里斯风格的影响 不过整体颜色和构图则产生了大大的变化 把这些理解为 对威廉莫里斯风格的重新诠释 似乎比较合理一些 在人像摄影方面 原本觉得版本5.1呈现出来的风格已经很完美了 但是在看过5.2的版本后我才发现 原来版本5.2比5.1立体很多 这应该是灯光光线的关系 人物的表情也较5.1自然一些 以预览图来说 场景的变化也多了一些 以接近实义彩画来说 我反而看不出太大的区别 要说真有区别的话 应该是在放大过后 发现5.2的比触和用色都比5.1稀值的一些 不过对比之下 我反而比较喜欢5.1的粗犷感 如之前所述 5.2的风格化力度会比5.1来的高一些 让我们来使用John Classen的风格来比较一下 在5.1中 John Classen的风格是相当忠实的被重现了出来 在5.2里 风格起了相当微妙的变化 尤其是构图 不像是John Classen会使用的构图 可是当我们在5.2中 将风格化参数拉低到0或50时 我们会发现 这就比较接近5.1版那种叫终于远柱的风格 而当我们将风格化参数一路往上拉时 John Classen的风格则会越来越被淡化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类似于跟另外一位艺术家的风格融合的感觉 整体来说 惊喜还是蛮大的 感觉可以从不同的风格化参数中 找到全新的风格 5.2中退出了新的variation功能 Mijerni将variation分为强力 strong和微妙 saddle 先说微妙 这个variation功能所生成的图跟原版的variation功能一样 主要是在不修改构图的情况下 为图片进行一些微调 而强力variation的部分则会进行一些更大大的调整 虽然整体构图跟特征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不过主体的取景角度和细节都有不小的变化 我个人觉得在搭配remix模式的新文本可以改动的细节应该会更多 要注意的是强力模式只能在5.2上使用 无法在更早的版本中使用 5.2中最让我期待的是这个zoom功能 在AI生土的世界里 这个动作比较多是称为outpainting 意思大概就是往外扩展 Mijerni提供了四种扩展选项 这选项必须在我们进行upscale后才会出现 zoom1.5的意思是镜头会往外拉远1.5倍 zoom2则是往外拉2倍 经过测试我觉得效果相当完美 唯一的遗憾是 往外扩展后的图片解析度并没有跟着放大 这大概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无限度的放大下去而做的措施 所以我还算是可以理解 只不过我还是希望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将扩展后的图片放大的功能 这样的话这个功能的使用性才会再提升一些 zoom custom这个功能还蛮有趣的 zoom1.5和zoom2采用的是Mijerni自行判断应该扩展什么内容 zoom custom则是让我们重新提供一个永畅文本 这功能类似variation中的remix模式 给我们一个重新定义构图的机会 我在第二次扩展时增加了小核的关键词 然后第三次扩展时增加了小男孩的关键词 Mijerni都很好的描绘出我要的景色 最后zoom square是将我们非正方形的图片扩展成正方形的功能 经过测试 发现虽然是变成方形没错 不过填补的内容似乎有点奇怪 尤其是底部的这个黑色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最后 本次的更新也推出了shorten指令 这功能会分析一个永畅文本 然后让我们知道哪些关键词是可以省略掉的 我将之前生成的猫咪图喂给describe功能后 再将describe功能产出的文本喂给shorten 结果跟我想的差不多一样 一些没什么作用的关键词都会被建议删除 并且系统也会提供5组非常简短的文本供我们选择 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按钮直接选择想要出的图 在shorten结果的下方还有个show details按钮 点击以后会有个详细分析的图表 我觉得相当重要 在这里你的永畅文本经过分析后 midjourney觉得各元素的重要性会被罗列出来 这其实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 一个永畅文本是如何被midjourney理解的 并从中找到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某些关键字群中的书写方式 要注意的是这个shorten指令则对普通的永畅文本有用 image prompt虽然也可以使用 不过我测试之后得出的建议都很莫名奇妙 所以不建议 若文本中本身就已经有文字笔中的分配 它也会出现奇怪的结果 好了本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并追踪本频道 再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